你今天真美啊 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把姑父给她又会怎么样呢 她是你妹妹你最亲的人 我不会把姑父给她的 我自己也不会给她的 我自己也不会给她的 你相信命运吗 那种可以让你 再来一次机会的命运 你怎么办 说话会坏呢 让你去死好了 江哥哥 其实如果他死了 姑父应该是我继承的 喜欢吗 来 我帮你戴上 你真美 来 干杯 命运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让我回到了被谋杀的前一年 这一次 我要复仇了 哈哈哈 毕竟 你发现还没发现 银杂靖的东西 他把带里面把尼泽来 阿琪 可以让我相当完 把但换的 阿卒 喂 顾良 怎么回事 为什么所有媒体都在报道 沐茵江要公开招募女主角 顾良 这到底什么情况 不是说让苏妍来演员一套的吗 你的工作我不插手 但作为老板 我有权提前知道你的决定吧 江总 你一直都是甩手掌柜 怎么 这次对一个小小的女主角 这么伤心啊 不是 你 我 苏妍是妹妹啊 姐 苏妍是我妹妹 可是乌尹也是今年公司的重点项目 她的演技怎么样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喜欢吗 苏妍 你放心 乌尹的女二号肯定是你 就像你永远是我妹妹一样 未居第二 嗯 好 好 好 我给你叫救护车 我也是 一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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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够了没有啊 我昨天没把你送医院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做了一些措施 我这是不是羊入虎口了呀 这么鬼夜 说实话 说实话 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为什么不能去医院 我叫 叶凌晨 二十八岁 因为没钱啊 所以不能去医院 这身材 这颜值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叶凌晨 二十八岁 叶凌晨 想到我手下做演员吗 啊 演员 她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不管 我一定要演女医 不行 姜姑娘走人 你才是公司的老板 好好 我让她走了 我让她走了 名字哥哥 你真好 哎 叫姐夫 哎 顾总 姜总曾经登烧起了一批老员工 在谈关于物影女主角的事呢 老员工 嗯 就是让他们从专业角度上来看 顾苏妍到底能不能知道了编译 是 开会呢 顾良 我们正好在讨论物影公开招募演员的事情 但是 这些演员我不担心 所以我们在想啊 实在不行的话 就让苏妍来演女以后 不能让剧组开天窗 你说是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没有办法 不过公司已经对外宣布要公开招募 我们是不是得走个流程啊 要不然让苏妍也参加招募 这样到最后 如果没有好的选了她的话 那也是实至名归啊 让苏妍也来招募啊 要让苏妍也来招募啊 你怕她赢不了吗 就怎么办 叶总 您没受伤吧 没什么大事 陆程想要伤我还是太嫩了 对了 帮我办件事 我要顾市企业顾良的全部信息 好 叶总 但是您什么时候回来 该回来的时候自然会回来的 你怎么才回来啊 赶紧吃饭吧 你怎么还在这边 你不是说让我当你们公司的演员吗 我可当真了 老板 我们什么时候签约 我这里从来不收来路不明的人 我昨天看了 你穿的用的可都是名牌 做演员最忌讳的就是 以后有他房的黑历史 你以前靠什么卫生 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吧 卖自己 算是吧 那和买家还有签成吗 哦 我都是一个一个合作 你以后啊 最好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哦 吃完吧 你现在让我去跟那些小明星争角色 走个过程而已 你放心 我已经跟下面人说了 绝对不会出现 比你挑战更好的 真的 当然 把我排练啊 你可是第一名主角 艺人部怎么回事 这么大的项目 周末来的就是这种质量的演员 一个好的都没有 好 顾梁 现在开机情况紧急 一线演员都没有等起 而且现在外媒精神那么激烈 短短一个月 去哪里找好的演员 姐姐 是江总非要我过来的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 要是你有女二号的机会 也很好了 慢慢磨练演技 增强实力嘛 素颜 你真话说的 你又不是没有作品的人 对吧 况且现在十万国金 是来救我们的 不能让我们公司开天窗的 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人选了 大家好啊 长久不见 路染虽然现在正在休假 但是我已经说服她 来帮助我们调大梁 而且发行和平台都很认可她 如果由路染来出演你一号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来来来来 路总 江总正在办公室发脾气呢 做了这么多努力都白费了 可不是得生气吗 我让你查点东西呢 那边说会发邮件给您的 来来来 叶总 您让我调查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好了 顾良是顾佳在她五岁的时候 从顾儿院收养的女儿 但是很奇怪 顾良和顾佳仁长得很像 所以外界并没有什么传言 顾佳仁在江湖一项一小时 您注称 怎么不及收养一个姑啊 行了 问吧 再不会眼珠子都要丢下来 这次你是怎么想成的 以前每一次我跟你说 顾苏妍和江俊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都替她的男人上 说她们给你做什么 被你捉襟了 还是又有男人了 让我说 你以后要是不做个院员 就去学歌曲剧吧 让我说对了 这个女儿 绝对不能放过她们 就应该把她们切过去 因为这个师父 有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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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去上班 陆氏养这么多人干嘛吃的 为什么非要我回去上班 我跟你讲 反正工作 我是绝对不可能工作的 世界这么大 我还没玩够呢 还有我就以后iros 先 hangs 溫出社区 os 没什么 他死不了 就是 基本上 东西 没有什么 不成为什么 оты 你说 你干嘛 东西都吃完了 我要的是纸巾 纸巾 我自己来 你收拾一下 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 你怎么回事 那老板 点这么红啊 发烧了吗 怎么这么红啊 不舒服吗 没有 你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 这里怎么样 还行 就还行 行啊 好 这里边有二十万 就帮我置办点家具用品 你不是上午找你员吗 好腿啊 我们公司卖艺不卖身 这一人 有点意思 这一人 这一人 有点意思 或者帮我 你拍照 到这儿 我会使用 放箱了 我会想 那是 一人 一人 我会想 那么多 我在哪 这儿 一人 这是 这儿 我跟他 都尴奋 我 姜总 找您点事 什么事 怎么样 这绝对能让姐姐 让出骨粉的 这么做新的通报 放心吧 顾梁这人的软肋不多 骆然 绝对算得上身 还疼不疼 小意思 这点哪能疼呢 那我再打一下 别别别 喂 想把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一趟 我要回公司一趟 你先回家吧 你要去公司 好 好 易总 您刚才让我买的办公楼 我已经买下来了 然后会调整租金给顾梁 陆成那边暂时 还没有什么行动 他只是好奇您 最近为什么没有出现 好 对了 我们有好几个子公司 跟J娱乐都有广告合作 是吧 对 让他们等我的消息 再做成绩 你找我 顾梁 这陆成怎么回事啊 所有的媒体 都在报道他跟白珍的事情 白珍跟素颜才是CPM 这件事情搞大了 怎么办 是你今天说 让陆燃来演女号的 本来这些信物我不想管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 把新闻押下去吗 她在我们这里 还有两年的合约 事情搞大了怎么办 我看 雪藏吧 让素颜来演女号 这样对谁都好 为了顾素颜 你还真是费尽心思啊 不要再绕圈子了 用我的股份 为陆燃赎身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们的物影项目将继续推进 我身边这位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顾素颜 对了 顾总她在外面还有其他事情 所以这两天不在公司 你们有什么事情 直接问我 那男主角呢 顾总原本定的是白珍啊 男主角不变 怎么了 可是江总 顾总最后并没有跟白珍签文 顾总 顾总 你 有面子点 顾良不在你们就不工作了是吗 没签合同去签哪 都开机那么久了 还没签合同 搞什么 我这才走几天呀 你怎么还这么亲我了 你这儿肯定是吗 这是我公司先见的演员 从开始都是这么多的 你这边套的呀 我都不懂 你有这种好事也不知道 到底两个多整个 你都亲我了 你还共度亲我了吗 要不要听对付这业娱乐的计划了 这是这个什么 您说 稍等一下 还有一个人 来一周 那你才不来带你开 我们的副作为他也不来 当然有关系啦 不然他可就要变成 不苏业的贼皮了 不愿意吗 他乐意 我还不乐意 我已经拒绝这一轮的喜悦了 我告诉他们 我只跟着陆软走 我可是为了你才认这口气的 你得对得起我 我可是为了你才认这口气的 你得对得起我 放心吧 那说一下 接下来的计划吧 首先就是接受采访 我会宣布 我已经被G娱乐开除了 然后就是你和白忠的官宣 以免被江泥满船下水 我当场就宣布 我要和白忠两个新的合作 跟一个专丸的对抗表生意识 而我会告诉全世界 我是路染的呢 你别有恶心的 上次那边也要去担任小女孩 你都还给她 我就是以为她送宵夜了 什么菜式啊 压到自身的场 你俩能不能严肃的 接下来呢 就给江泥满船来找我 我会宣布 白忠 固义染 还有电影诚 都是我新的新轻的演员 老大人还不用演戏呢 没事 我叫你 林安泥满船 你都会出的 江总 股东们正在会议室大闹 说是让你把顾总请回来 我知道了 我讨厌你的 快点 吸过了 转边也行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顾良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顾良 出事到现在你都不听我解释 还带着一个什么小演员 像什么样子 我跟苏妍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一行你做了那么多年了 角度和偷拍的套路 你不知道吗 这都是批的 批的 如果那些照片都是批的 你早就告他们了 江林总 我们俩有话就直说吧 我也不是不能帮你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雾影的男女主角 就用白针和路染 永远血藏骨素颜 永远血藏骨素颜 这 这不是逼我吗 江总啊 时间不早了 您还是请回吧 我走吧 我走吧 顾良 你为这个小白脸这么对我 你等着 他怎么说 一个男人 男人 没想到他那么去 这么快就跟别的男人搞伤了 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怎么 你心疼了后悔了 怎么会呢 我只是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还跟我提那样的要求 什么要求 苏颜 退一步海阔天空 要不我们就答应他吧 他说了 只要把物影的男女主角 让给陆远和白震就可以了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你一定要做演员嘛 顾佳和江佳这么多工作 你哪个不能做啊 江云泽 你别忘了 我才是顾佳的亲骨肉 你这么对我 因为就可以安安无事了嘛 让你喜欢这款家 众佳的亲爱和白震 就这样了 我 jeweiled在家里 我现在去学习 都是一个小好好 或是一样的 谢谢你 你不要 哎呀 你不要 我我 不不不不不不不本的 关于《雾影》这个剧 一直是我跟您这边沟通 创作内容的 所以即使我离开了G娱乐 也不想放弃这个剧 如果这个剧 真能请到陆然老师 过来参演的话 我百分百支持你 那我这边 对您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没问题啊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夏老师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翼 请一下吧 不用 我认识的精神 克服了她最后成功的故事 而不是一个女人 跟一帮小白脸在那儿 勤勤爱爱 狗屁不通 你怎么办呀 能怎么办啊 改啊 江运泽 咱们总算两清了 以后啊 后会无期 怎么会呢 顾良不是说了吗 雾影的女主角 还是让你来演 还是要合作的 你决定了 顾良姐 怎么来了又不跟我说一声 我也来送送你啊 送我 那你要送的人多了 这娱乐离倒闭也不远了吧 顾苏颜 你真的觉得 她会为了你 让这娱乐观点吗 当骚扰掉雷在骨架面前 通知不知女主角 江总 你想好了就通知我 我随时准备好 做你雾影的女一号 她刚说的什么意思啊 你真的要让她 严谨主角吗 行了 别闹了 以公司大局为主 烦死了 通知彼此 爱你 你今天不知道 顾苏颜那表情 怎么信任呢 二十针入肚 感觉都给不出他的情绪 我不想在这儿吃狗粮了 你们慢慢吃吧 我先走了 吃完再走呀 我有女演员的修养好不好 而且星期快要开机了 我不得减减肥啊 走了啊 吃吧吃吧吃 来 吃块肉 吃块肉 这是块肉 好吃 好吃 是 你会在面前收敛点 知道了 知道了 处理得干净利落贴 让他去盐味连那里严谨主角吧 能不能说这混不容吧 路染 来 路染 你没事吧 你不要紧吗 谁让你把姑姑找来的 他本来没啥大事 能让他白担心一场 这不贵事找事吗 把卡车司机疲劳驾驶 索性的反应快 紧急避让 才没出什么大事 老娘我服大命感 没人能害得了 谁要害你 我这不没事呢 你就别多想了啊 那边卡车搜索公司 是故事食品的 我想事情应该没那么紧张 白正 你一会儿把路远送回家 我明天找个医生 上门去问你整治 如果是有人故意为之 急诊很快就要来了 你照顾我自己啊 我有事先走吧 嗯 姑娘 你要照顾好学生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她的 拜拜 好 爸 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们 姑娘还就是想逼死我 顾叔 对不起啊 你们要想在一起 何苦让让大圈 说吧 想要多少钱 五千万 五千万就够了 五千万就够了吗 危机公关 打人清牌 这都是钱 张云泽 你这个影视公司老总啊 还真的是顾良给你赚回来的 爸 你到底帮谁啊 好了 张云泽 你要记住今天这一切 都是因为苏妍 你回去安排一下 安排什么 安排跟你婚礼啊 谢谢爸爸 你 你们干什么 你敢再上前一步 你就等着与白鹿两家为敌 顾苏妍 你个蠢货 你居然用顾氏的货车来撞我 你觉得顾氏得瑟得起我吗 顾良 你闭嘴 这次我们不追究 那是因为我还信顾 你以为爆出点什么事情来 对大家都有什么好处吗 不要比我破腹沉重 因为顾这个心 对我已经没有愿和意义了 走 你为什么要去惹他们 陆白两家我们惹不起 你就让各个媒体发通告 乌影如期开机 女主角还是顾苏妍 我们工作室已经拿到 乌影的网络制作权了 男女主角分别是陆远和白真 别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 总之这是一场硬仗 只有网络版的乌影做得更好 我们的收视率才会更高 只有收视率高了 才能证明我们的实力 大家加油吧 好 来吧 好 好 都现在 размер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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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走以后 你一定要好好的 千万不要伤心我 你不要走 我不能失去你 你放开我 我再不走 他们就追上来了 你不要走 不要走 好 我不走 那就让我们一起 你这是狂风暴雨的 卡卡卡 我差点被过气去了 刘若 我可是好久没见你 练习练得这么用心了 这傻大哥 我教不了啊 您另请高明吧 中看陆忠勇 长得挺帅 怎么戏这么差 那是 长得帅戏又好的 是你家白正 看他练吧 这小子呀 一碰就人就发交 有问题 我不是啊 我没有 我没有 时间差不多了 开机即时快到了 准备好了吗 我 忙不上 你别光看着帮忙 帮忙 好好好 你别动了 臭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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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卡住了 卡住了 啊 头 好好好 你搞出这么多事情 到底是图什么 图麻烦吗 我和你已经分手了 姑娘 你莫名其妙来我公司说这些 好 谢谢 只按一个小白脸 你有话就在这里说 你不配离他这么近 你 本来我离开这里 就是不想和你有过多的纠缠 但是你已经派人 到我家里来偷拍了 是你先动的手 我警告你 要是再有下一次 就没有这么简单 不良 各位 今天愿意去我不良公公室的 跟我走 不良 上班 这场戏里写的女主角 要脏兮兮的 你去给买老舍一下 我不想画脏兮兮的脏 素颜姐 昨天导演就说了 这场戏呢 是女主角沦落尖头 一定要脏一点的 不然接不了剧情啊 什么剧情啊 我们接约的是投资人 现在去问她 能不能改 这场戏呢 这场戏呢 不能改这块块儿 嗯 素颜姐 我看这个事啊 你还是自己去跟导演说吧 别说换导演了 你把整个组的人换了都不行了 整个组织的你呗 你最厉害 行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那件表现 伺候不起劳 我不干的 你 你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给我回来 你给我给我回来 真的很高兴 我们在这里再见到大家 不懂 其实我们倒就养了 冷靠 今天都乱套了 是的 剧总 我一定会好好办的 现在网络的乌影版正在拍摄 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们愿意这个时候回来帮我 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 干活去吧 好好好 叶总 夫人和老爷一直在问我 您什么时候回去 在干什么 那你是怎么回事 回答的 我就说您和少奶奶在一块啊 对了 叶总 我还联系了保安公司 派人二十四小时跟着少奶奶 她肯定会安全的 很好 给你加工资啊 谢谢叶总 喂 顾良 今天是你的生日 回家一趟吧 好 我正好要放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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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